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不敢忘记 新政府会用道歉的态度 来面对原住民族相关的议题 重建原民史官 逐步推动自治 富裕语言文化 提升生活照顧 应该共同认知原住民是这块土地的原来的主人 我们就应该要以原来主人的这种身份 来处理我们所有现在国家的资源的分配也好 或者权力的定义也好 这是我们应该来替原住民主部落大家一起来做的 今天总统即将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 总统特别邀请了来自台湾各地部落的族人朋友 一同到总统府内 共同见证 总统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正因为今天 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总统邀请而来的原住民族参与族人 都是常年非常关心我们原住民族事务 长期在部落辛勤耕耘 备受族人推崇的各族祈劳 以及各界先进 所以 今天参与典礼的各位族人朋友 总统特别邀请各位贵宾前来 不仅是要邀请各位见证 总统如何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更是要来见证 我们共同创造了台湾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 来自全台各地的参与族人 已经齐聚在总统府前的广场 待会儿我们就会在排湾族勇士的护卫下 进入到总统府内 在进入到总统府之前 我们会先按照排湾族的传统仪式 向总统府宣告 我们原住民族族人的到来之后 参与族人我们再行进入到总统府内 在这些地方的总统府中 我们也要做些选择 我们在总统府中 我们现在对我们的总统府 看到我们最后的选择 我们在总统里面 我们的总统里面 我们在总统里面 我们在总统里面 我们的总统里面 我们在总统里面 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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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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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